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创业板今天则是一路下行 跌幅达到了2.25% 那么究竟小散们在这样的调整走势当中应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到场嘉宾们的观点 把时间交给刘军 刘军 你好 你好瑞琪 那么刚才瑞琪讲了 今天确实是创业板跌幅比较大一点 那几个指数当中只有上证50是手工翻收的 那么今天10月16号 10月16号什么日子呢 在10年前2007年的10月16号 那么上证综合指数创下了历史的高点 到现在这高点也没有能够被逾越 是多少点呢 6124点 那么整整过去了10年了 那么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10年当中的各个指数 也各个板块的表现如何 那大盘股表现的好一点呢 还是小盘股表现好一点呢 我们看一看图形 我们请导播呀 请你切下图板 我们看一看 首先来看一看中小板指数 这是中小板指数的月开线图 因为当时呢 还没有创业板 创业板还没有开板 只有中小板指数 它代表了小盘股 那么这个现的起点呢 就是当时2007年的10月16号 10月份的时候高点在这儿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 就是说对应5178这高点 那中小板呢 刷新了历史高点 随后回踩 刚好就回踩到10年前的那波牛市的高点 这是中小板指数 现在呢 还是要高于当时的这个水平 那我们再看看深圳的综合指数 这也是10年前2007年的10月份 那么它这高点呢 我们向右引一根线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一次对应5178的深圳综合指数 同样创出了历史高点 3156点 之后的这个快速回落 刚好也是回踩到了10年前的高点水平 那现在在这是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结构之中 但是依然能够远远的站在了10年前的高点之上 那么至于说上海主板这边 我不管是上证50还是护身300还是上证指数 这个图就没必要看了 您都很清楚了 那么现在的上证综合指数呢 不到3400点是吧 3300多点 距离当时的6124点还是非常非常的远 那么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那么从现在在过往的十年当中 这个历史当中 确实中小创 小盘古要远远跑赢了这些大篮筹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知道当时十年前那波波兰壮阔大牛市 什么地产啊 有色啊 钢铁啊 银行啊 这些全中国表现非常非常好 特别是周期类的品种 那么这十年过程当中 周期类品种表现的比较差一点 那么钢铁也好 煤炭也好 有色也好 那在最近几个月当中才刚刚有所表现 那么针对十年前的高点 确实还相距甚远 因此对于骨质构成一个很大的这种负面的牵扯作用 那么就这一点来讲 我们看一看目前的中小板也好 创业板也好 这些小盘古确实在过往当中 是远远跑赢了这些蓝筹 但是我们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从大的时间周期 我们把时间放长一点来看 这放长一点这个轮回来看 是不是这些中小创 它的这种下跌空间 或者说它的估值水平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 并没有像我们看到的短期的那么低呢 这是一个 二一个呢 这些周期性的大蓝筹 是不是未来依然它有一些反弹的空间呢 我们姑且先不把它当成一个大牛市 就算是一波反弹 十年一个轮回 它也应该有一个向上反弹的空间 当然了这是相对而言的 那么针对到我们把这个话题拉回来 现在就当下今天的走势 那么上证五零红的 我们说银行保险功不可没 而另一方面创业版确实跌幅超过了2% 那么是不是创业版今天这一下跌 那意味着什么调整是不是来了呢 我们再请导播呢 切下图版我们再看看创业版 创业版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日K线的走势 那么创业版的日线呢 我们看一看 它呢我们之前讲了 有一根均线 240均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年线 就是这根红色的均线 对于这骨子的压制呢 非常明显 那么在高点从高点4037下来以后 我们看到一次两次 这是第三次 也就是说它跌破了年线再反弹 因为这时候年线还是送上的 均线还向下 那么从跌破年线 在年线再掉头向下以后 一共有一次两次 这是第三次回到了年线附近 那么短期呢在上一周 还曾经突破了年线 但是今天呢 一根阴线要下来了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看看局部 之前一根阳线起来 这是这个长架也过来以后 一个跳空 然后一根阳线继续往上跑 两根稍稍缩量的小阴线之后 再来一根阳线 这什么呢 上升两法 是不是 如果再来看小阴线呢 这就是我们长生说的什么 上升三法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差一根阴线上升两法 不管是什么几法两法 毕竟是个N字结构 但是我们再看一看下边的成交量 确实说露出了一点点端 你什么呢 你这个突破没有量的支持 但是今天这一回落 量放出来了 所以说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 熟真 熟假 也就是说显而易见了 那么上去 突破上去 量不足 这就很有问题了 和之前这根阳线构成了什么 量价的背离 是不是 那么如果说从短期来看呢 我们再看一看 如果说从60分钟来看 这构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什么呢 双头走势 如果看着指标呢 这又是背离 一会儿我们在明正选报当中呢 再细细的展开 那么短期 它是不是在镜线附近有一定纠缠 如果是构成双头的话 向下确实还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那么说把主板和小板这么 这么横向的来去比较来看 确实主板呢 相对于小板来讲 要走得稍微强一点 创业板呢 在年线附近第三次触碰年线以后 至少短期 它有一个什么 知难而退 要不然你就把量放出来 因为向下打的年线 对于股指压制非常强 你要想突破 必须放量 那我们之前刚才看到了 上周五这个往上走 怎么样 没量 这不行 因为什么趋势向下 均线代表趋势嘛 趋势向下 你要逆趋势向上走行吗 行 放量 没有量的支持 那你必 势必 知难而退 要拉回来 再去叙事 考虑下一次 再去向上去突击这个阻力 因此呢 短期来讲呢 创业版确实在震荡之后 向下调整呢 还是具备一定的空间 那么针对这样走势 我们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操作策略 来去应对呢 一会儿呢 我们主要和嘉宾呢 展开探讨 我们现在操作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么在和嘉宾探讨之前呢 还是进行短片 看一看消息片的变化 今日市场连密调整 互指全天窄幅震荡 午后小幅下行 最终收跌0.36% 创业版纸跌幅较大 全天维持强势下跌走势 下午跌势加快 收盘大跌2.25% 宏观方面 9月CPI同比上涨1.6% 与预期持平 本低于上个月的1.8% 数据连续8个月低于2% 9月PPI同比上涨6.9% 高于预期的6.4% 和上月的6.3% 监管方面 洋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 今年以来 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 下半年GDP增速 有望实现7% 此外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 持续放缓 当前已低于9% 整体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 市场方面 近期国务院修订发布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正式确认基本养老保险 A类优先配售地位 与此同时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 获配比例或将被挤占 公募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养老金账户较少 养老保险A类优先配售 不会对公募业绩产生影响 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到场嘉宾 从我右侧起江崎 胡子 王志峰 还有我们市场观察员孙杨 欢迎三位 今天我们看到 周一一开盘 只有上证50 银行保险继续走得相对强一点 但是我们看创业版跌幅 确实跟主板相比较 其实是走得差一点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年线过去又回来了 得尔复失 这是不是意味着 它现在就要调了 另外主板今天又碰一个3400 但是还是没站上去 是不是也要像 我们知道下面还有个缺口 是不是要回补一下 我的观点其实 对指数来说 或者对50 300这些大权重 蓝筹为主的一些品种来说的话 我还是认为是中期的一个 向上的一个格局不会改变 总体来说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说如果说要做中期头部 它必然会有一个筹码交换的过程 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说没跑 对 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一个平稳震荡 向上的一个慢推格局 而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波上来 虽然说很慢 但是指数还是在一个 不断重心上移的过程中 对吧 每次3200到了时候 大家讨论是不是能过 然后过了之后 然后讨论3300 现在去讨论就是那个3400 每次都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向上的一个中期的目标 我们之前说到3600 3700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的话 可能会走得很慢 但是呢 方向不变 对对 而且今天我今天带了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个互股通和深股通的一个数据 我统计的是今年 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为止 整体的一个情况 第一张图想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节后 10月开盘第一天 它其实互股通这一块的一个流入量 单日的净流入量 是创出近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了 包括深圳也是一样 其实就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说外资还是在不断的流入 就是到A股里面去 这个橙色的是互股通 是吧 互股通 橙色互股通 然后蓝色是深股通 对 而且之前的极值是在20左右 就是每天20 基本上都在这 是吧 就在这 然后这次其实是创新高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图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也是反映了它一个持续 禁流入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为止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总的一个数字大概在2000亿左右 基本上已经达到2000亿了 所以说它其实一个是 中长期是不断的流入 而这一个方向的话 大家继续想一下 基本上都是一些偏蓝筹 偏权重的一些品种为主 所以说这一个方向的话 我是认为在权重类的方向里面的话 其实是有增量的 大家虽然说看到成价量低 怎么样 其实包括养老金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这批外资的一些资金 至少这些资金进来以后 没看出没看出走的迹象 对 而且是在不断流入 而且在10月份之后 还出现加速 所以说他们其实可以作为一个 我们所谓的增量资金 在源源不断的一个入场 虽然说可能会比较慢一些 全年只流入的就是2000亿左右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增量在里面的 所以说这一个方向和趋势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今天其实主要是要讲一下 创业版 创业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其实是走的比较弱 而且跌停板加速也是比较多 也是看一下图 今天其实创业版的 我讲了四个点 写了四个点 第一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谈过 就是那个年线的问题 是标出来了 是一根红线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之前是强调过 9月7日是有根天亮 9月7日是有根天亮 这根天亮大概是 一年零三个月最大的一个量 然后这根天亮 其实我们知道 天亮是有阻力 或者说是有套牢区 你要过去之后 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 但是上周五 其实也是过了一点点 然后今天是直接下去 它在年线的位置 形成一个共振阻力 它其实是没有过去 两个阻力跌在一起了 长期和短期跌在一起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指标的一个背离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MAC指标是 明显是背离状态的 第三个就是 今天的一个阴线的 一个放量的反包 把上周五的 所谓的突破 给反包下来了 就是阴线把阳线包了 阴亮也把阳亮给包掉 对 说明上周五 其实是一个 假突破的一个情况 然后最后是讲了一下 下面是有两个支撑 一个是之前的颈线位 一个是趋势线 我个人可能 偏向性来说的话 由于中期趋势 目前还没有走好 所以说这两个点 最多只是 交易性的一个介入点 也就是说 到这可能会有反抽 对吧 但是我目前来说的话 我不认为是反转 或者说后面突破的概率 会偏小一些 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市场整体的一个 风篇在下降 而且技术面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创业板 目前形态 其实是比较难看的 后面应该是 那我听你的意思 可能是或者到了这 这个颈线位 或者到了这条线的支撑位 有一定反抽 但反抽以后 向下跌破的概率 概率要偏大一些 对对 那真正如果有参与价值的话 我可能还是偏右侧 你年线站上 9月7日尽量站上 而且是有效站上 那我们可能后面去寻找 一些趋势性的机会 而目前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做的话 导致成你去买一点 然后反抽上去的话 还是要走的 也就是说即便做 也是做一个非常短的 既然短了 可能仓位上 也是控制的比较严格 是吧 那另外 就是在它没有出来之前 就即便关注 也尽量关注这些主板 偏群 对 就是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说今天 其实大家如果看港股的话 那边其实又创新高了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说港股和武林 去做一张叠加图的话 总体走势是类似的 或者说是有一些重叠性的 所以说他们那边其实是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 因为那边国旗股 跟这边比较 胡人三百 基本上是有些重叠 对 所以说其实那边创新高的话 其实对我们这边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引领作用 当然引领的主要是一些权重 武林三营林为主的一些品种 对 好了 接下来胡子 江崎对于权重 还是依然是 虽然你慢 但是你还是往上走 小板这边呢 看来是觉得 他觉得有点问题了 你感觉呢 对 小板的话 创业板其实跟上证指数 今天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信号 那么调整信号的话 就表明这个地方 一个波段性的 一个压力是出现的 那么作为创业板来讲 它首先它本身 一个情绪化比较多 其实上周五 它也涨幅第一了 对吧 所以今天呢 只不过这个反暴 从形态上 它得到了一种破坏 但是我觉得最近的 做一些插加的套力活动 不是看创业板为主 而确实是看商争武力 或者固执为主 从固执上来讲 我认为今天的夏天呢 它是一个下蹲取势 或者取量 那后面还有套力机会 那么结论我也先亮给大家 也就是这两三天当中呢 它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状态 当然回升之后 后面周末 它也需要一个量人 我们再来评判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延续性 我们具体呢 我也带了个图示 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上证图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首先在这无量的过程当中 它3400点到3360点之间 我认为它会一个短线的横盘 那么这种横盘的话 其实从上周 上周一个高开低走 出现了一个节日套力之后 其实大家都在等待一个 就是它一个回碳的过程 那么今天呢 正好是一个回碳过程 只是今天这个回碳过程呢 由于创业板的这个沙跌 跌停板呢 其他蛮多的 二三十家 上周其实跌幅超过百分之五的 还不到十家 所以今天很多人认为 发现了 哦 确实要套力 那么在这回碳过程当中呢 上证武林 由于受到一个 这个技术的因素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需要一个 我们刚才讲了 它的反弹之后 需要一个后面确认 这个技术因素呢 首先一点就是 有个52天周期 我在这里线呢 也可以看到 后面一个52天周期 其实原来52天周期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冲高一个回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是先冲高了 先冲高了之后呢 所以后面反弹 说需要一个量人 量人如果过了 那么还是延续到 一个冲高过程 如果反正没有量人 就那么的反弹回落 有这样的预期 但是整体上 它还是在一个通道里面 这个短线这个缺口 和通道的一个下延 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个缺口 一个支撑的 所以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对成交量呢 也提了个要求 最好呢 反弹呢 就超过这半个月的 一个最大成交量 连续一到三天 这样的超过量 最后一天 你就是这 现在一直说的 对 你的意思得放出来是吧 意思说对 你要放出来 所以呢 你知道放出来的话 相对就可以 按照前期的预期呢 单日成交量2600亿 或者2800亿 维持到这个至上 那么就可以再次研究新考 所以说目前来讲 我认为短线的话 就属于10月份后的 第二次套利 当然这个套利的话 由于股指的分化 可能来的相对来说 更需要一些智慧和选股的 一个精准性了 那你这说 还是把这个关注的焦点 放在主板那边 创业版那边 你同意江崎的这个 我不完全同意 因为我觉得的话 其实主板这里面 其实很多个股 也是属于什么 一日游的行情 对吧 那么当然今天那个 属于周期内涨了一下 上周五的话 也属于环保涨了一下 前天也属于军工涨了一下 其实都是排位对样的 对 就很快 所以最近的操作栏 关键在什么呢 等你大阳线追的话 第二天它就给你低开 对 所以这个栏点在这个点 我觉得还是在主流热点 我们可以揣测 前期我们讲的东西 包括混改啊 可能是未来的 就刚才你讲的 就是说江崎认为 可能创业版会差一点 您那意思吗 创业版我认为 创业版是不怎么样 目前主板也不怎么样 所以更多的 我觉得个股的一个差价 交易比较好一点 那好了 接下来孙杨 二位观点不能说一致 有一点雷同 但是细节方面有一点差别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还是偏向于 主板稍微要强一点 对稍微要强一点 我比较同意老王的观点 我感觉这个主板的目前在这位 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因为虽然说它都站上了五周均线 但是这个已经连续两周 目前是一个阴线 关键是量 量根本出不来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短期来看 那么上周指数呢 它的压力还是不小的 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呢 还适当的做一些 尤其是涨高的股票 又做一些减仓处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创业版来讲呢 我同意将其的观点 那么创业版在这个位置 今天这个阴线 我认为是一个 在做一个大二浪结构里面的 一个C浪的调整 那我们在前期曾经谈到过 说这个位置呢 向上有个B浪反弹 这个把B浪反弹确实出现了 并且还创了新高 那么现在今天这个阴线 创业版应该是一个C浪的沙跌 但是这个C浪呢 不是我们前期的那个 下大的下跌趋势的C浪 而仅仅是一个 对于前面一浪结构的一个二浪调整 也从1600多点起来 起来的 起来以后它打了上升了五浪 然后现在走的是一个ABC 所以说对于短期的一个缺口 应该说是一个考验 所以我认为呢 对于这个创业版来讲 短线是不容乐观的 所以创业版我认为也应该做 先做简单处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先做分控 那等它走好了以后 再进去不迟 因为它后面呢 我认为创业版呢 其实后面等二浪调整完以后 后面将会起一个相对更大的行情 也就是那在后面 但短期是往下的 那你这点和江琪不太一样 是吧 就是说江琪的意思是创业版 可能向下压力会更大一点 您的意思呢 我一听这C浪呢 好像你一开启一听C浪可能挺吓人 但是呢你说二浪里的ABC 快完事了 二浪里的ABC 那这二浪里的ABC呢 你要从时间来看呢 今天是第二天 因为包括昨天那高点一天 那今天是第二天 从时间来讲呢 我觉得应该有五到八天 所以这个 有一周左右 一周多一点 对 所以说一周多一点 这个缺口被补掉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也就是说 按照您这种判断 基本上创业版在下周的后半周 就有可能见底回升 有可能是就这样的 但是这一段短期 这一周之内 还是要注意风险 C浪也挺厉害 也很厉害 因为C浪杀起来它特别快 今天刚刚是第二天 第二天 我们就看见C浪的威力了 是吧 那接下来呢 既然是这边杀的挺快 这边呢 好像今天我觉得 就是银行和保险表现的好 那接下来的操作 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光胜防守了 江杰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其实市场的一个 应该这样说 目前去定性市场的话 分为两块去做定性的话 主板这一块 是非常明显 就是说它是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些外资的一些情况 包括养老金的一些情况 它其实是有增量的 只不过是非常慢的一些增量而已 所以说这一块 其实是我们是当趋势型航去做 当趋势型 因为总体趋势没有坏 总体的一个目标没有到 总体重码没有冲动 所以说我还是认为这一块是 虽然说比较慢 但是方向是向上的 然后弹性这一块 体材这一块 大家如果最近看行情的话 非常清楚 它其实是偏存量 偏存量 然后医药起来之后 我们上周五看到环保起来 环保起来之后 然后医药在上周五的下午 是下来的 回来了 就发现一个问题 这些做弹性的一些品种 在它热的一个情况下 只要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往往它就不行 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钱不够用吗 如果说是增量 市场内钱非常多的话 那新起来的东西的话 它也不会下来 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目前是定性 大权重类的品种 我们定性是有增量的一个行情 虽然说增量的一个进入 就是进入的速度比较慢一些 但是方向应该是 应该是没什么大大问题 而在体材这一边 是偏存量的行情 你的意思就是 它轮的比较快 这个权重这边 不断有新的资金进来 虽然说流入比较慢 但是始终在保持流入的 但是这个体材这边 也就是中小创那边 基本上就这一股资金 做完这做那个 做完那个做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 每当一个东西起来 你会发现前面那肯定下来了 对 你这点资金这点轮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我们应对策略方面的话 仓位方面还是分为两块 底仓和活动仓 底仓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操作过程中 可能会加大一些 对权重的一个底仓的配置 而我周末去找了一些数据 和大家说一下 银行板块 就是在全球上的一个 银行板块的一个情况 德国银行今年是涨了52% 美国那边的话是涨了41% 韩国是涨了34% 然后恒生金融指数是涨了20% 而A股的话到就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涨了17% 然后美国银行的一个批比 就是那个 市金率是1.3倍 然后A股是在1倍左右 甚至是有些银行还是破均状态 所以说其实目前来说 就单纯拿银行来说的话 目前我认为还是处于一个低估的状态 未来有空间 那既然如果银行起来的话 那上证指数和上证五年就不会差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作为一个中期底仓的一个标配 大金融 一些偏权重的东西 就是可能对大部分散户来说的话 就觉得太慢了 嫌慢了 对嫌慢 那没办法 就是说因为它本身股性就是这样 对吧 但是方向方面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活动仓这一边的话 我们上周一是讲了三个 环保还有园令工程 还有双十一 那目前这一个方向的话 其实环保其实动过 然后上周的双十一其实也动过 我觉得其实 今天都回来了 今天因为是整体封边下来 都回来了 对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方向 其实应该后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 因为双十一的话 双十一是去年是涨到大概十一月三日左右 然后后面出现回调 那今年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提前一些 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做的话可能到十月二十五日附近 因为它今天涨得就比较早 对一个是涨得比较早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 十一月初我要出来 那它往往就会出现一定的一个 对 然后环保这一块的话 上周其实讲过很多逻辑 包括PPP的逻辑 包括业绩的问题 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问题 就是冬季雾霾比较严重一些 所以说这块的话 我认为应该问题也不大 然后今天再加两个 一个是钢铁 一个是水泥 我大概讲一下 它们其实最近有一个是现产 一个是停产的一个事情 唐山钢铁企业是现产是提前一个月 提前一个月 然后山东水泥企业的话 是从十一月十五日起停产四个月 它其实一方面是有一定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刺激 然后其实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 我认为是处于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比较偏低位的位置 然后目前也是一个三级报的公布期 那大家都知道 这批基本上是今年的业绩是非常非常亮的 没错 对 很多都是今年的上半年的业绩 已经覆盖去年全年的一个业绩 对 大部分的钢铁企业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基本面上面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短期可能是有一些小利好刺激 然后技术面回调到一定的支撑 然后期货价格最近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这两个方向短期我觉得也是能做一定的关注 所以说总体上来说的话 就是中期底仓加上活动仓 活动仓这块的话 要根据市场的一个封篇的一个情况 比方说明天假设跌停板加速比较少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可能的话会把一部分底仓 然后再转出来一些 去参与一些就是偏弹性的东西 如果市场还是这样 跌停比较多的情况下 创业板不是太好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能还是以手底仓为主 去做一定的操作 接下来胡子呢 既然你觉得创业板不怎么样 主板好像也好不到哪去 那对于我们来讲 从操作角度上来说呢 或者说从短期到中期 我们又怎么样去应对它呢 好的 我认为呢 其实刚才江琪讲了很多数据 确实做了很多功课 但是我其实通过他的数据呢 我得到的是另外两个观点 我先可以谈一下这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呢 我认为本身是做这个权重的 跟做那个板块的 所谓他讲的弹性足的 它本身就是两拨资金 所以这两拨资金 它肯定是操作手法不一样的 你如果是看那个保险啊 这个行业龙头啊 它一直源源向上的 就跟它那个刚才第一段的资金图一样的 是慢慢地向上的 有个行业龙头 你看看这样的板块 原来讲漂亮武林嘛 都是一直延续向上的 但是板块它一定是一个活动的 而这个板块的活动的话 对于十月份来讲呢 很多人用的多的一个词呢 其实就是一个套利 我记得我上个月的时候 在点击里面专门给大家讲的 十月份抓住套利机会 开门红是一个套利 那么现在呢 中旬下旬可能也都是 在正当当中一个套利的机会 所以这里面呢 我觉得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天的一个正当呢 我认为呢就是赚钱比较难 所以呢这个地方 你肯定是先控制仓位 但是呢我又认为呢 在这两三天当中呢 它有个探底反弹 所以这个差价你一定要抓住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短线机会 那么作为一个更长期的 中长线上来看 那么我前面准备的课题呢 正好给你前面开场白 6月24是不谋而合的 6月24年以来 其实很多个股涨跌 包括股指都是有参半的 但是在这个涨幅最小的主板里面呢 却诞生了近十年来 涨幅最大的个股 所以涨幅最大的个股呢 是护子主板的 接近了60倍 当然它是一个贺利基群 大部分的前20名 大部分是涨了11% 涨了11倍到25倍之间 我列了个图表 简单地归纳一下 这样呢可以便于大家 以后找股票的 你可以找类似这样的一个 十年的数据给大家参考 在这个提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刚才讲 涨幅最大的二十个股票 大多数呢是11到25倍 其中主板 主板低是一个涨幅60倍的 中小创里面 中小创里面呢 我最好还是分开 中小版里面呢 涨幅低的是25倍 那么创业版因为上市比较晚 它相对来说 它只参加了一半 10年以后上市的 所以它的涨幅最多的呢 只有13倍多 那么在这些个股里面 涨幅多的呢 主要在于业绩的持续增长 当然中间 上市公司的运作 除全或者重组 也包含在这些涨幅多的个股里面 但是呢 在这个多的里面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在分析行业龙头的时候呢 经常对于这些个股会有争议的 所以这里面我发现 没有争议的个股呢 比有争议的个股持续性更强 很多人会用一句话 什么多空争变 但是才是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说了多空争变可能是短线周期上涨 但要持续上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偏白马的股 对 一定要相对来说呢 就是它没污点 对吧 没污点的话 那么相对来说 它持续性就更强 另外还有点亏损比较大的 我们看了看 多是在业绩本身取回的 西洋产业 周期的 所以周期内的 很多赚的很多钱 但是它永远没有创新高 跌幅度在75%到87% 那么我挪累了两个个股 这是涨幅比较多的 可以看 第一个 主板第一和中小板 这个是中小板 创建面我分了一下 这中小板第一 他们的股票我们可以看到 大行情的时候是大涨 没行情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个探底过程 包括着重组 或者是出钱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 我们看创业版的 创业版涨幅第一呢 它以为参加比较短 它也包括了这个特点 涨幅接近14倍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面呢 大家更多的应该 找科技创新新兴产业 以及我们国家 这几一二十年的发展当中 行业的龙头 科技创新 以及改变人民生活命运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些 大的趋势里面 在这里面找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呢 我们把时间周期拉长一点呢 可能我们看的这种线条呢 更清晰 对 是吧 你别看短线因为它非常快 今天这明天那后那个 但是你把时间一周期拉长了 确实是好的长得就是多 对对 不行的就是不行 是是没错 建言老孙 这个二位呢 都对短期的航行做出了一些评判 另外呢 从配置方面呢 他讲 其实确实现在呢 还是江西刚才讲了 一些一个周期类的可能短期有反弹 但是只是短线 对 都不敢看太长 长呢 刚才讲了 就是这个我们从公司的基本面去考虑 但是我们现在看确实大白马也不便宜了 是 从您的角度来讲 可能我知道您的更偏重于稍短一点的行情 对对 短期呢 现在你讲 创业板这虽然没完事 对没完 主板也在往下走 是不是这个舱子要管控一下 首先是一个现在这个位置 我认为呢还是要先管控仓位 你在管控仓位的情况下呢 你要你比如说 我认为这个位置还是你半仓为主 可能更好一点 另外在选股方面呢 你要选没有涨的 就是首先在选股标的的时候 要找前期涨幅很小不大的 你涨的高的那肯定不行 你看这段时间跌停板的很多股票 它都是前期涨幅大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要找第一个找那个涨幅不大的 那一般情况下 大家看到中字头这一段时间 有些股票还是涨幅不是特别大 在低位 我觉得我认为中字头还是有一定机会 中字头 当然你除了这个 中字头有好长时间没动 有很多股票是在下面的 它没怎么动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最近的有色有所动作 就今天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但是有色里面要找那些 前一波涨幅不大的 涨幅很大的尽量回避 所以说呢 一波就是小品种涨的多 大品种涨的相对少一点 所以说呢就要找那些涨幅小的 有色里面找涨幅小的 当然如果说其他板块里面 也是要选择涨幅小的 就是整体涨幅不大 就像你看在最近的 你看这个环保 在前面的这个医疗 包括在前面的这个5G概念 其实你发现他们的启动点 都是因为前期大幅度下跌了 所以他才有机会 所以在选股当中找那些 还在下面的 还没有真正的起来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即使跌 那么它下跌空间小 那一旦机会来了 它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还是要把防守放低 还是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做防守 就是防守反击 你听到意思吗 就是说你得找那个价位低的 价位低的 但是位置低呢 它有位置低的毛病 它就是总不动啊 对它总不动 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注意 那么找一些什么呀 找一些比如说周线吧 周线它有一个下跌 下跌这个趋势线 当它突破下跌趋势线以后 它其实就是一个 周线的第一浪结构 然后你找走二浪 走完了的 那么这样的在二浪底 找这些要启动的股票 那么这样股票的机会应该就比较大 更大一些 另外呢 最近呢 你既然是防守了 建议您把时间呢 还是给学习的时间稍微多一点 对对对 那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什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是在这个盘中 你通过涨幅榜来选股票 通过涨幅榜 涨幅榜来选股票 当然说这个涨幅不是说 不是哪个涨幅低就买哪个 不是这样 它有一些技巧 那好了 接下来广告之后呢 讲清楚今天的股市聊聊吧 请孙老师给我们带来 通过涨幅榜怎么样来去选股 好的欢迎回来 以下请出的是今天的评论员孙杨 请他给我们送上股市聊聊吧 股市聊聊吧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如何在盘中用涨幅榜来选股 大家看一下题板 涨幅榜选股 那么涨幅榜调股呢 它可以用在任何的一个交易时段 也就是它可以在开盘 也可以在这个盘中 也就是在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期间 都可以适用 那另外一个呢 它主要是在当日盘中 要涨幅在0到2% 也就是2%以下到0之间的这个区间来选股 那么首先 你在看这个时段里面的股效的时候呢 首先要先看股效的位置 首先要判断这个位置 比如在日线里面 或者在周线里面 它是在低位 还是在中位 还是在高位 我们原则上是把这个高位的要全部规避掉 然后你首先先做什么呢 先建一个股票池 那也就是说你先做一个标的 那么这里面有可能有10只股票 或20只股票 那么然后呢 你再判断什么呢 周线 要看周线它是否 它的周线趋势发生变化 也就是它已经反转 另外一个呢 它的日线的趋势是否向上 那么在这两个都是向上的情况下 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它的周期 也就是它是涨了几天 它是涨了几周啊 要在上涨的周期之内 另外在真正的要出击买这只股票的时候 要用60分钟来确定它的短线买点 那么在股票值确定以后呢 我们要优中选优 同时呢 你要结合它的基本面热点 来决定主要的买入标的 我们看下面一个提板 那么下面这个就是 那么这只股票呢 它前面是一个下跌 限定完了以后 在这个位置筑底 当筑底完成以后 它开始趋势向上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开盘以后 那么我们箭头所标注的这个黑线 那么它也说开盘 开盘以后有个快速的上拉 那么这就是开盘以后的第一个2% 那么见到这种黑线呢 就是一个买点 那买入以后呢 这只股票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 而这个向上 这是一个日线 那么它其实在周线里面也是个向上 它达到周线和日线的一个共振 那么再看下面的案例 那么下面这个也是这样啊 前面也是均线系统开始向上了 那么趋势向上 那么趋势向上呢 我们看到它也是开盘以后出现2% 在2%以下买进 买进以后短线 它就形成了一个快速的上拉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呢 可以迅速的找到那短线的一个买点 好的 其实呢我们看从盘中呢 不管说从涨幅榜也好 还是从孙杨之前给大家带来一些技巧也好 盘中发现了它了 但是它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日线周线 那也就是各个级别 统统的它进入一个上升趋势的共振点 作为一个强大基础 绝不能盘中您看哪个放量了 哪个涨了 你的头脑一热 我就追进去 这是坚决不行的 一定得有什么 得有大周期的这种走好的前提之下 趋势走好了 那这时候我们找这种股票的进攻点 找它的启动点 这个在盘中呢 可以去及时去发现它 今天的聊来吧 我们就先聊到了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微信连连看 好了到了微信连连看的时间了 今天的创业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走势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和留言 ABC说了 个人认为创业版回补缺口应该是大概率 明天低开回补缺口 然后还是会向上的 上海脚伞说了 创业版可能还会向下破位 一波较大幅度的调整或许已经开始了 木头说创业版虽然大幅调整 但是好在10天和20天线的支撑都还在 短期应该不会再有大阴线了 那不知道您又是如何来看待 今天创业版的调整走势呢 也希望您通过微信的方式 将您的观点给我们进行分享 好来以下我们请刘君来揭晓 今天的微信投票的结果 好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公布一下微信投票的结果 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 创业版短期反谈是否已经结束 A说是 这个是百分之六十 B说不是 这是百分之四十 有大多数认为反弹完事 下不过接下来就该调整了 是吧 另外很多微友留言挑了几条 其中罗毅林讲 长假后大盘上冲三千四百点关口时 已激情不在 近期缩量震荡盘跌 今日五日线失守 后事堪忧 小六说了 今天的下跌不必太过悲观 毕竟均线还是向上的 网友的盒说 主板120线和250线金插后一起向上 中线没有问题 继续看好 创业版要注意风险 网友心中的梦说 控制好仓位 依然看好有送转题材的小盘刺心骨 看来大家观点参差不齐 基本上对于后面的观点 就是中线可能没问题 但是就这个板块来说 你看有看好中小创的 有时候小盘刀是不行的 看什么都有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说未来中线 你说大军线 一把二十天二十天五十天都向上了 就刚刚跟江琪说的 可能会很慢 但是往上 这个很慢呢 是向上我们知道 但究竟到一操作上 确实难道还是比较大一点呢 那所以说大家对于未来操作 还是意见分歧比较大 我个人的观点呢 就是说您如果是说 对于很快 就流转的非常快 轮换的非常快的板块 拿捏的并不是那么到位的话呢 可以稍作一些配置 在不同的板块当中呢 做一下配置 把仓位的管控一下 这样的来讲 可能会 它走的慢呢 您可能和资金曲线 上涨的很慢一点 会慢一点 但是呢 它毕竟相对稳一点 那目前来说呢 确实虽然指数涨 个股有时候呢 确实风险 还是短线的风险 还是存在 特别是我们知道了 接下来进入一个密集的一个时间了 时间点 什么时间点 中暴啊 三季暴啊 三季版马上就非常密集出来了 这业绩地雷 还是需要防范一下 还是需要躲一躲的 那短期 我们看到 主板虽然也调了 但是创业版调的更多 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从短线上 哪些位置 需要我们重点的去关注呢 广告之后 将进入今天的明日抢线报 欢迎回来 创业版在经过了今天的调整之后 明天会否出现反弹的走势呢 马上跟随刘军进入到明日抢线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看一看上证综合指数的日K线 上证日线我们看一看 均线呢 多头排列 阴线覆盖掉了之前的小阳线 并且跌穿了五日均线 短期呢 要关注3360点到3370点一带的这种支撑 指标方面呢 MACD 金叉状态 红柱缩短 KDG呢 逐渐的收拢了 一个是红柱在缩短了 一个是KDG在收拢了 短期去进一步震荡整顾 那么看一看它的60分钟 上证60分钟短期 均线呢 依然是逐渐收拢的状态 横向震荡的结构 你看在这 横向震荡是吧 指标呢 MACD死差下行 率值放大 KDG继续死差下行 那它的60分钟指标都不行 都是处于向下的 因此呢 调整仍将延续 操作上呢 要保持谨慎 那么再看看创业版 创业版 今天呢 是均线多头排列的 第一KD线吞没掉了 之前的阳线 刚刚讲了 阴线吞掉了阳线 底下的阴亮 吞掉了阳亮 是吧 短线要关注 20日线的支撑力度 因为什么 20日线是横的 是平的 如果说在二天线止跌回来 那么短期的5日10日 继续能够保持一个向上的结构 那么调整的幅度就会什么呢 就会比较小 但是如果这个平的二天线被打掉的话 那么一定要加大减仓力度 那么指标呢 MACD 金叉状态 两线粘合了 KD级呢 金叉状态 三线收笼 我们要说一声MACD 如果再继续向下走 这可就是背离再向下了 因此呢 一定要重视 要谨慎观望 它的60分钟呢 短期均线 形成了空头排列 连续下挫走势 在这形成了一个小双头 在净线附近了 MACD死叉下行 绿柱放弹 KD级死叉下行 但是截止超卖了 所以说短线存在着超低反弹的条件了 如果反弹了 冯高要降低仓位 因此呢 不管主板还是小板 短期呢 这种调整的格局呢 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因此呢 从操作上 还是稍微要谨慎一下 这就是今天的明日抢先报 接下来呢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好欢迎快乐 首先进入抽奖的环节 请您看屏幕 停 那公布西北号873 这位朋友您将获得飞客天气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有看透来了 我们请图小龙呢 从大数据分析的角度 帮助我们梳理一下 目前的板块要点 同时也欢迎您 积极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飞码 与我们有看透来的讲师呢 参与活动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龙 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图小龙 那我们看到 今天大盘是出现了震荡调整 盘中的话 一些热点 它的一个上涨的持续度 表现的没有之前那么强 之前的话 我们跟大家在上手 讲到过一个平台突破的板块 航天国防板块 今天早盘 依旧是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一个冲高 涨幅榜排前 那到了午后的话 就出现了震荡回调 那这里的话 它如果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探 会不会也是意味着一定的低吸的机会呢 来下面我们通过技术走势的话 来进一步看一下 请看到下一张PPT 那我们通过走势结构的话 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话 依旧是维持在一个低点 不断抬高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结构当中 那如果是这一根上升趋势线 没有被跌穿之前的话 依旧会保持一个震荡向上 而且的话 对于今天我们看到 截止收盘MACD的红皱 依旧保持一个同步放大的一个水平 那也就是说 今天出现了一天的冲高回落 并不会引起大的格局的一个变化 而且的话 整体这个板块在近段时间 还是在获得主力资金的一个进场关注 而且的话 我们看到 如果是出现了再次回踩下方平台的一个位置的话 或许一旦期稳之后 也就意味着短线存在着一些低吸的机会 那对于这个板块相关利好 还没有完全的兑现 来 请看到下一张PPT 那在之前的话 我跟大家梳理过一份 我们在混改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投资的一个主线 每一条主线的话 都会有对应的相关的概念股 从表现力度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像之前 通讯设备 以及像铁路运输的话 已经是出现了一波主升浪的拉升 下面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要关注像军工改革 以及像油气改革 这一些还没有完全大涨的一些板块 而且这几条主线的话 都会有对应的一个投资报告 如果是您之前有领取过的话 那您可以打开来马上看一下 下面这两个相关的一个投资机会 如果是您没有领取的话 您可以通过扫描今天屏幕下方二维码 来免费的领取 那当然了 我们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之下的话 关注的就是还没有大涨的下面 这两个军工改革 以及像油气改革 刚刚的话 我们跟大家梳理了航天国防板块的一个走势 下面的话 我们仔细来看看油气改革的一个走势结构 请看到下一张PPT 那我们看到这个板块的话 近段时间还是处在一个震荡调整过程中 而且的话目前我们看到 在整体的一波震荡之下的话 它的MACD的黄白线 已经是在不断的向零轴蓄势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在盘中一旦看到了黄白线出现明显的均差向上的话 也就意味着这里会有一个突破的机会 而且我们知道一波行情下既然有涨的比较靠前的 当然的话也会有后涨的一些板块 所以的话对于这些板块还没有完全大涨之前的话 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关注起来 如果是你有领取这份投资报告的话 赶快点开看一下 好的 今天的话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老刘 好 谢谢小龙 我们回到现场 刚刚江琴 你也讲了 就是说好像是钢铁水泥这些周期类的品种 就是说有一点点调整差不多了 又有点液机支撑 它整天又反弹 今天我们看有色当中的铜表现就不错了 是不是要如果钢铁水泥在一起来 是不是整体这种周期类的品种面临着一个反弹呢 如果那样的话 那盘面不会太难看 首先其实我是认为这个方向 短期其实如果是反弹的话 其实也是先当超贴反弹来看 因为他们前段时间 其实连续调整的时间比较长 甚至有些品种的话 其实接幅度也比较大 对 幅度也比较大 其实它本身就从 你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 它自身其实也是 技术性反弹 对 它技术性也是有一定的反弹 而反弹之后 我们要看整体市场的一个情况 然后去判断后面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持续性 但是从目前指数的角度